这是我今天带客户看的一个二手房 看看有哪些问题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个房子是位于洛杉矶耳湾的一个独洞 进屋之后先看厨房 油烟机上面没有排风管 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接的,所以问题不大 因为它是在墙的侧边 然后底下这个灶台它是垫的 但是整个房子是有燃气进来的 所以这底下有没有管子呢 后面再看 一楼的这个卫生间呢,非常的小 这应该不是原始结构 这个地方应该是改过的 房子一进门呢,这个台间是高起来的 那么通常来讲的话 这个年代的房子应该是左右两边都高起来的 但是呢,咱们看厨房这个方向是已经填平过了 进了车库呢,咱们看到空调热水器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它是有燃气进来的 这里呢,有个小问题 大家可以猜猜远处蓝色的那个小罐子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空调的烟筒走的蛮长的 跟热水器用的同一个 如果堵了的话不堪设想 然后这里呢,是空调的风管 进了墙里又出来了 所以感觉这个房子这块没有经过设计 你再看这个洗衣机烘干机 然后也是堆在车库里面 而外面的墙这个管子呢,再往下流水 要么是热水器的卸压阀 要么是空调的水管 空调的水管的可能性大 大问题来了 二楼几个卧室的地毯 很多地方踩上去都支支嘎嘎的 说明地毯下面的板子上面的钉子 基本上都生锈松动了 看起来呢,应该不止泡过一次水 而且是这种大面积的泡 在洗手台下面也发现了漏水的痕迹 二楼栏杆的锚钉之前断了 然后用了一个铁片来修复的 只有单方向的,那边挂不住 没有石木 所以这个地方会比较危险 厨房下水管向上倾斜容易堵 电源插座没有盖板,容易短路 二楼地面大面积泡水松动是大问题 其他的地方有改造和维修的成本